用了车一段时间过后呢,在马来西亚难免你会听到一些老司机有告诉你一些说法 比如讲,他会跟你讲啊,在热带的地方呢,原本原厂推荐你用5W30 那么你应该用5W40,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讲啊,你的车已经过了10万里数,好像我的车已经过了10万里数 应该要从原厂推荐5W30换到5W40 那么这样一种说法有没有根据呢?对车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我想跟你讲的答案就是呢,这样一种说法都是对车没有帮助的 如果你从5W30换到5W40的话呢,更快弄坏你的车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把这个影片看下去,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 然后再来就是,你会知道之后怎样选一款适合你的车的黑油 然后你就不会人晕一晕啊,别人讲什么自己就信什么 所以,Let's go! 我现在就开始讲 首先,在讲这个黑油的黏度啊,选什么5W30,5W40的时候啊 before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先了解黑油的基本作用是什么 第一,黑油第一个基本作用就是轮滑咯 因为机器啊,我们的引擎里面是很多机件,在运作的时候是一直摩擦的嘛 那么你可以想象,如果铁跟铁之间它们摩擦,它们中间如果没有黑油隔开它们的话呢 它们就会变成铁磨铁,磨磨一下哦,就会过热 过热了之后啊,这两个铁就会粘在一起,就好像烧汗这样,过热,铁跟铁膨胀嘛 所以,油,润滑油,是可以很好的把铁跟铁分隔开来,让它们的运作更加的柔顺,更加的润滑,而且不会过热 所以第二个功效就是,散热 你看它铁跟铁之间摩擦了,现在它们有黑油隔开它们了之后,它们所摩擦所导致的热能呢,就会被油吸收 油吸收了之后呢,黑油是塞割的嘛,在一个engine里面它是一直循环循环循环 它通过oilbump循环啦,在循环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黑油在travel的过程当中,它会把热量释放掉 然后它循环了之后,回到一开始那个部位呢,它又可以提供到适当的润滑了,因此这个是第二个作用,就是降温 第三个作用就是清洁,黑油循环嘛,它循环的过程当中呢,它把经过的地方所遇到的肮脏东西都带走 然后放在,或者分解掉,带走或者分解掉 如果带走的话,它就放去这个oil filter 这边,然后它就可以让你的引擎保持干净 所以这是三个黑油的基本作用 那么现在我们来谈年度 黑油的年度呢,是Vegacity啦,我们看如果我们买黑油呢,你就会看到 那边写5W34,5W40,5W50,到底这两个东西什么呢? 首先我先讲一个比较容易明白的,就是那一个UW 但号码越小呢,代表黑油的年稠度越低 就是改武,你记得我所讲吗?贴跟贴之间有油膜嘛 那个油膜越薄呢,年度指数,那个号码就越小 油膜越厚呢,年度指数就越高,就越年了 然后这个黑油的东西呢,它的这个年度啊,其实跟蜂蜜有点像 很多液体都是这样,就是很多液体都是好像蜂蜜啊 你把它冷却了,它就会变浓稠 但是你把它加热,它就会变细胞,黑油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来谈第一个数字,UW30那边的UW 5W呢,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的年度 5W呢,它是适合那些好像零下30度,零下40度之类的 都是可以用5W啦,好像俄罗斯某些地方这样 然后0W当然呢,它就可以顶更加冷的气候 0W啦,所以这个W呢,是winter 5W,0W这些是winter,在冬天它可以support多么低的气温 然后这个30呢,是不是等于summer呢?错 这个5W代表winter 但是后面这个30不代表summer哦 这个30是代表一台引擎在full warm up过后的温度 通常呢,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车款 它的引擎在走了热了之后 比如说你冷车start了一个10分钟 走了4分钟,热了之后 它的油温差不多会接近100摄氏度 因此呢,后面这个30 40 50 它所代表的就是暖机粘度 就是在这一个车到达理想工作温度的时候的粘度 这个东西是工程师已经设计好了 比如说CS5,它推荐你用5W30 后面这个30就是适合CS5的暖机粘度的黑油 所以这个30呢,我们再看细一点啊 今天我就介绍一个暖机粘度这个数据 我们看黑油的data spec要怎样看呢 里面有一个数值叫做Vegacity 100 degrees Celsius 这个的话就是代表它的暖机粘度 如果符合SAE30的暖机粘度呢 是介于9.3到12.5 CST 如果是40的话呢,就是12.5到16.3 CST 你可能会问,刚才我提到嘛 这个号码,这个CST越大代表油膜越厚,保护性越好 可以这么说吗?有点争议啊 保护性的东西,等一下你会知道 你会再听下去你就会知道我在讲好不好 那么你可能会想,哎哟这样子啊 不如我给它最年哦,我给它5W60哦 可以吗?最年,因为这个暖机粘度越年保护性越好嘛 你这样想,逻辑上来讲是对 但是现实上来讲是错,为什么呢? 因为啊,我们的引擎哦,有很多个部位嘛 它的润滑方式是不同的 有些部位呢,它是需要高压的啦 好像shaft跟bearing是要高压的啦 但是有些地方哦,它是要快的哦 要你黑油流的快才可以很好的润滑 好像Biston跟cylinderwall之间啦 那边是spresh的,黑油是碰的嘛 所以黑油要流的快 因此,记得我刚才所讲嘛 那个年度越高的话 流速越慢,年度越低的话,流速越快 所以呢,如果你的车 engineer跟你讲你的车是5W30 已经订阅好的话 那么它在暖机的时候 30的年度是最适合的 如果你换去40咧 某些那种需要压力的轮滑部件是没有问题啦 那些要快速轮滑的部件呢,就上到了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是建议你啦,不要乱乱改 除非你的车有做额外的改装啦 有加大力的turbo啊,什么之类的 这样你可能可以换浓稠度比较高的油 如果你是原装车,尽量 back to the basic 看你的user manual 他们这样辛苦,写在那边跟你讲 用什么标号的油呢,不是写爽的 so,这个东西 大致上现在我已经介绍了一个数据啦 就是暖机年度 ok,然后也解释了 第一个问题是 夏天需不需要换5W40是吗 其实是不用的,因为呢 我们的引擎是一个恒温装置嘛 它不会讲啊 在冷天的时候暖机温度50度 在夏天暖机温度50度不可能的 所以在夏天跟冬天的时候呢 它的暖机的黑油温度差不多是靠近100度左右 平均的温度,油底壳的温度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其实冬天跟夏天 这个暖机温度 引擎的暖机温度是差不多的 所以你不需要夏天换一种油 冬天换一种油啦 那么刚才有提到有暖机年度 那么有没有冷机年度呢 就是冷车的年度 有了 在黑油的spec里面有一个指标很重要的 它是描述了 这个黑油在冷车的时候它的表现 润滑的速度 它的流动的速度是多么快 它的年度啦 也就是Vicacity 40 degrees Celsius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数据方面呢 5W34跟5W40相比起来 5W40是流比较慢的 在40度的时候 对于引擎来讲 40 degrees Celsius是冷机的状态 因为呢 那黑油的流动很慢嘛 那些需要轮滑的部件呢 无法得到即时的轮滑 你想象一下你的车停了整晚 所有黑油都已经流到底下了 然后你一start车的时候呢 那一刹那 其实啊 有一段时间 这个引擎的上半部是在干磨的 黑油还来不及覆盖整个 engine 但是5W34它可以更快的覆盖整个 engine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5W30跟5W40相比 5W30是比较有优势的 因为它在冷车的时候 可以更快的覆盖整辆车 减少你的引擎在干磨的时间 因为就算挤高级的黑油啊 都有这个问题哦 因为冷车的时候油温少过100度的时候呢 它的润滑效果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动没有那么快嘛 那些要快速润滑的部件 无法获得很好的润滑 所以尽量缩短冷车时间呢 就可以让这个引擎活的比较久 所以工程师叫你用5W30 你去用5W40 这样子如果你的引擎寿命简短的话哦 其实就由自取了啦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可以推断 中国北方跟南方啊 有时候温差是蛮大了 我们就可以推断 同一款车用同一种黑油呢 如果你在北方用跟在南方用的话 几年后在北方用的那个车 可能condition会比较差 因为呢它在它冷车时间会比较长 南方比较热 冷车时间就会比较短 再讲到情况下 我已经讲了这个暖机跟冷车的年度咯 那么你会问哦 为什么工程师不要design给它适应5W40呢 很简单 这个油 30,40,50嘛 30的比40的薄 流的比40的快 那么呢 引擎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给它40的油呢 油膜比较厚 油膜比较厚呢 它分子之间呢 它们互相bonding的力就比较大 简单来说呢 在同一个engin如果它用30 一个用40的话 那个用40的会比较吃油 因为它运行的时候的阻力比较大 yes 所以你踩起来的时候 如果同一款车 同一个engin 你用5W30跟5W40的 你会发现到 用5W30的话 踩油它油门反应比较好 那车辣了比较轻 这样子啊 所以 呀 如果你驾手压车 你会有很深的体验的 如果是5W30 跟5W40相比 那种厚油跟薄油 所以 这样的情况下呢 为了配合日益严苛的油耗 数据呢 工程师就把这个 现在的engin 设计到 它们的那个 机械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小 让它们可以用 比较吸薄的油 比较吸薄的油 就比较省油咯 所以 这时候来到今天的第三个数据 如果你的车呢 是高性能车 有turbo 或者是你时常用黄金右脚去lap你的车叻 如果你的车是Honda Civic 1.5Turbo CR-V 1.5Turbo 那么有turbo的车温度 还有压力 相对来讲都会比NLA的车高一点 那么 如果原厂叫你用5W30 叫你要用哪一种5W30呢 啊 5W30有分很多种的 你看 我比较熟悉的是Liquid Mori旗下的两个spec 一个是 Special Tech AA 一个是 Liquid Mori Top Tech 4600 这两个呢 你可以看它们在暖机的时候 年度不一样的哦 两个都是5W30 但是 Special Tech的年度只有10左右 但是 4600呢 它的年度有在12左右 然后 在那个 啊 有一个抗高温抗高检测力的指数 叫HT HS 150dc 这个指数呢 通常以前啊 是欧洲车友讲究这个东西 因为欧洲 很早就玩turbo了 所以它很讲究这个 啊 在高温跟引擎高速运转的时候 黑油的保护力啊 这个数据呢 是越高越好 然后欧洲的标准是3.5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赛车油 像MOTO的 UW30的赛车油啦 它的这个 HTHS的指数有达到3.5mpa 或者是3.5mpa 或者是3.5mpa 所以Liquid Morley的Top Tech有3.5 但是Special Tech AA就没有3.5了 只有2.9mpa左右 所以如果你是用 turbo的车 或者是你时常地板油去lap它呢 你就要看两个东西了 一个是看HTHS有没有到3.5mpa 另外一个是看它暖机的时候呢 尽量找靠近12.5mpa 它的最粘啊 最max啊 是在12.5mpa 如果它还超过12.5mpa的暖机粘度呢 它就是40了 就不是30了 所以如果原厂跟你讲 WDV30 你就找WDV30里面啊 暖机粘度最粘的那一个 所以Top Tech是蛮粘的 它的那个 粘度已经接近赛车油了 so 今天影片大致上是这样啊 有些赛车油更够力 所以好像MOTU的10W40 那个赛车油哦 好像4点多咧 它的那个HTHS 所以 so 讲了这么多 我希望你可以理解 通常我做这种影片呢 我也不期望有很多人观看啦 因为通常这种影片 在这么浮躁的时代呢 你要一个人 花一个十几分钟 在这边听你讲黑油呢 是很困难的事情来的 但是没有办法 我又做惯了哦 我的东西全部都很长了 我要把它CUT短啊 我真的是CUT不短 虽然现在是短视频的年代啦 所以 之前我也消失了一段时间了 在YouTube上面 因为我想放假一下 希望你多多支持啦 你多多支持 我就会有更多动力 做更多 更多影片给你看 你也支持对我来说 西北重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